B站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建青老师 欢迎大家回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们共同来探讨犯罪人的内心事件 18年前的一个夏业 发生了一起震惊国人的南极树网吧纵火案 南极树网吧坐落在北京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的二层楼房上 2002年6月14号的晚上 两个少年在南极树网吧玩游戏 正在兴致勃勃的时候 没有了游戏闭 游戏暂停了 他们就赚着胆子 向旁边的人要钱 别人也正在通关 正忙着了 更主要是不认识也不想给 因此就发生了言语冲突 这时 网吧管理人员就强行的把两个少年赶了出去 理由非常牵强 就说未成年人不得路内 充满路火的他们啊 两个人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来到了他们经常在一起玩的一个17岁姐姐的住处 也叫来了另外一个同伴 他们愤愤不平地诉说了刚才遇到的恼火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同伴回答道 你有本事就把他烧了 那位受气的少年听后之后 大声地回答 烧完吧 好 那就烧了他 我完不成你们也别想完 当时那位姐姐以为他是说着完的 没有想到 这位少年的心中一个险恶的计划正在酝酿着 转眼到了第二天 晚上七点左右 他们和晚常一样去网吧上网 那位姐姐给了他们五块钱 他自己去了经常去的另外一个乡邻网吧上网 出门的时候 其中一个少年 随手带上了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空雪壁瓶 他们在街上闲逛了一阵后 用那个姐姐给的五块钱 来到了附近的加油站 以给摩托车加油的名义 买了1.8升汽油 钻在雪壁瓶里面 他们要干什么 看来真的是要放火 凌晨2点40分左右 两个少年来到南基数网吧门口 他们在QQ上给那位姐姐留言道 姐我们去烧网吧了 等我们吧 在另外一个网吧的姐姐简单的回了一句 小心点 南基数网吧在二楼 他们就在上网吧的拐角处 在上楼的地毯上倒退着 撒上汽油 用一团卫生纸点栏之后迅速离开 火焰沿着地毯和楼梯直接烧到了二楼 由于网吧是未经审批私自开业的 200多平米的屋内有80多台电脑 放置在大厅和五个隔断小房间里面 包括电脑电线在内的一栏材料 快速形成了巨大的火苗和大量有毒气体 网吧里本来游戏正夯的玩家们发现火星之后 惊恐地跑到下楼的通道口 口是楼梯已是熊熊大火 他们又转身奔向天台和窗户 可是窗户早已经被老板为了防小偷用铁条封死了 虽然赶来的消防人员和群众奋力抢救 也没有能够救出全部的人来 结果25个鲜活的年轻人 在撕心裂肺的呼叫中被活活烧死熏死 还有12个严正烧伤 这就是发生在2002年的南极树晚八正火 涉案的四个人都是未成年人 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 他们都有家庭问题 家里人有吸毒的 有家庭破裂的 还有犯罪的 他们都没人管教 他们自己也早早地自暴自弃 他们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 很早地离开了学校 一直在社会上游荡 成天就在碗吧里混了纸 他们都有着对社会深深的不满 有一种愤世急速的反叛态度 我们更多地会关注这些少年所做的坏事 而往往会忽视 他们其实也是家庭教育的牺牲品 是受害者 在那次庭审当中 法官要求四个少年 向受害人家属道歉 其中有一人顽固地拒绝 两个未成年人因为纵火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人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另外一人因为只有13岁 被处以劳动教养 今天我们讲解的内容是纵火犯罪 这是一种故意放火烧毁公司财务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虽然在现代物证技术 监控技术大大提升的条件下 中破率有所提高 但是对于精心策划的纵火犯罪 和其他刑事案件相比 纵火案的整体破案率 还是比较低的 一般来说 纵火犯罪的时间 大多发生在后半夜 70%发生在晚上9点到凌晨6点之间 因为那个时候相对隐蔽 吼琴也难以被及时发现 我们平常说 叫夜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对于纵火犯罪来说 黑夜也是放火的好时机 纵火多数发生在室内 大约有70%的纵火 是发生在住宅里的 纵火犯罪人 大多数是20岁到40岁之间的男性 他们有临时起义的 如果是粗饭 引栏物多数是纸张布料之类的 而且大多数会在现场留下物证 如果是预谋的纵火犯罪呢 大多数是用汽油来引栏 犯罪人多有前科 作案的时候精心点火 火在现场证据也比较少 表明他们有一定的纵火技能和手段 那么是什么人喜欢放火呢 放火当然是以青少年居多 他们有三大特点 第一 他们是内心压抑的人 这种压抑有可能是来源家庭环境所造成的 比如说父母分居 离异 父母教育方式不当 所施加的压力 也可能是受到了现实的挫败 心中有很大的愤怒感 所以他们就以放火来施放压力和愤怒 这种人小的时候往往就很喜欢放火 示范压力 先是在家里点着火王 后来都到外面去放火了 和这个特点相联系的是 他们是愤世疾俗的人 他们内心充满着愤世疾俗和对抗的情绪 他们采取了纵火的这种具有较大破坏性 用相对隐蔽的方式来实施报复 第三 他们都是偏执的人 在认知方式上 他们普遍的存在着偏执的观念和偏执的行为 纵火行为成为了解决心理压力的优选方案 就是采取直接而原始的解决困境的方法 那么导致纵火犯罪的主要动机有哪些 2014年的7月5号 韩州发生了公交车纵火案 犯罪人是在义务打工的包某某 他在长期经济负债和长年的疾病产生的打击下 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 想纵火自杀 并且要报复社会 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出个恶名 他携带着煤油来到韩州 在公交车上纵火 结果导致了32人受伤 大家可能还记得2017年的 韩州保姆证火案 那个保姆实际上在雇主家 待遇还是不错的 每个月有7500块钱的收入 出路了都有车节胜 雇主还曾经借给他10万块钱还债 后来他又因为赌博欠债 又向雇主家借钱 雇主一时就没有答应他 他顿生仇恨之心 实事报复 在凌晨的时候一把火烧死了一家四口 包括三个小孩和孩子的妈妈 这者能认为别人对他好是理所当然的 一旦别人不能满足他 他就立刻爆发出恨恨的恶意 不懂得感恩 反而恩将仇报 这也是人性当真最大的恶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纵火案的犯罪人 默幻金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套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叫做羡慕嫉妒恨 我们羡慕有个好的社会地位 羡慕财富是很正常的 但是必须通过正常的 合法的途径去实现 由羡慕到嫉妒 那么就有一些值得变化了 嫉妒是一种很消极的一种情绪 在德国现在 如果临床医生诊断一个人 具有真等以上的嫉妒水平 他必须接受强制的免费治疗 也就是说他是一种心理疾病 为什么要强制治疗呢 因为他对他人 对社会是有很强大的潜在危害 那么由嫉妒到恨 他怎么变化的呢 恨是具有一种攻击性倾向的 一种愤怒情绪 我们知道理想状态 不同的职业之间 是没有贵贱之分的 但在现实当中 实际上是存在着 社会阶层的区分 我们可以知道 他和雇主之间 是有各种地位的区别的 他向雇主借钱还债 雇主借给他是勤奋 不借给他是本分 但他认为雇主不再借钱给他 是一种对他的鄙视 他就心生怨恨 他并不一定说 是要杀死这个雇主家的人 他是想通过一整纵火 来达到一整泄奋的一整目的 他原型的目的 是想通过纵火自己去救火 来赢得雇主家的一整感谢 再答应他借钱给他 那么这种心态 就表现出他的人品有问题 其中也爆出 他实际上在其他雇主家 也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偷雇主家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人品上的问题 结合他一整怨恨 最后引发为一整报复行为 所以这里也提示我们 千万不要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再想起最后的一次机会 上述三起政大纵火案件的 共同动机是什么 是报复动机 他们的行为是典型的挫折 愤怒攻击的行为模式 犯罪人都伴随着强烈的情绪宣泄 在纵火动机中 报复动机是纵火犯罪最常见 最显性的犯罪动机 犯罪人是为了怨恨 为了仇恨而放火 60%以上的纵火行为 是属于这种动机 有以人为纵火目标的 也有以财务为泄愤对象的 第二种犯罪动机是财产动机 这也是很常见的动机 为了钱财而去纵火 比如有为骗取保险金 销毁财务账目而放火的 有为了打击竞争对手而放火的 还有受人雇佣而纵火了 这些人更多的特点 都是为了钱财而去放火 还有一类纵火动机比较特别 快乐动机 我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3年的2月到5月间 在这三个月时间里 武汉市的汉政街 这条防滑的商业街道上 发生了13期火灾 这个发生频率过于频繁了 导致了一人死亡 多人受伤 还有大量的财产损失 火灾这么频繁的发生 很不正常 侦察人员在回看现场录像的时候 一个人的身影有点熟悉 经过回忆比对 此人原来是获得过 救火英雄能力称号的一个人 在表彰大会上见过 因为他多次积极参加救火行动 受到相关单位的表彰 被人誉为救火英雄 这个人就是33岁的吴某某 经过调查 吴某某早在1996年的时候 就因为数次故意放火 被判处了八年有期徒刑 在六年之后 被提前提莽释放了 也就是说 他刚刚成监狱放出来不久 当地的火灾就频频发生了 而且此人又出现在火灾现场 此人有正大的作案嫌疑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 吴某某承认了 13起火灾当真 有11起是他干的 侦察人员问他 你为什么放火 吴某某呆呆地回答 我为什么 没什么事 你有没有想到后果 没有 吴某某回答的也很干脆 他本来就很内向 少言寡语的 但是 每当审讯人员提到 火灾的具体情形和细节时 吴某某就有一种 难以控制的兴奋 后来吴某某自己说 觉得放火很好玩 看到有人救火 觉得很刺激 这就是为快乐而放火 也叫做正火屁 正火狂 是怪屁型人格障碍的一种 他一般来说包括三种情况 第一 是为社范紧张 获得快乐而正火 第二呢 是为了寻求关注 而正火 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为了出名 出个恶名 这一般 他会选择标志性建筑物 作为正火对象 第三种呢 就是恶咒剧的正火 绝大多数的青少年 正火犯罪 属于这个类别 美国的青少年犯罪 有43% 和正火是有关的 正火狂 正火屁 是典型的 极端的 病态型的正火 是行为人在一种 不可抗拒的 强烈的情绪作用下 伴随着强烈的欲望 表达的这么一种正火 火焰 让他们感觉到一种 无比强烈的兴奋感 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 精神分析认为 纵火狂的纵火行为 是以火焰燃烧 代表他的 性本能的力量释放 在这期间 行为能反复体验到 一种强烈的性快感 纵火能往往能够 从火焰的颜色 温度感受 以及周围人的紧张 危险状态当中感受到一种 内心的心快 这是一种由原始的性本能 转换而来的兴奋和乐趣 因此这种人也被称为 色情纵火狂 相应的 他的这种 纵火行为 有类似性本能的 周期性 冲动性的特征 第四种纵火动机 是防卫动机 通俗来讲 纵火犯罪 是为了掩盖其 违法犯罪行为 而实施的 就是为了安全而纵火 比如说 为了破坏犯罪现场 或者证据线索 或者为了转移视线 而放火 这个也称为叫 引离犯罪的纵火 1933年的 德国国会纵火案 是什么动机啊 这是一个政治阴谋 纳粹希特勒 借机解散了德国共产党 这是一个政治阴谋 是政治的动机 另外了 行为人还有可能 因为毒瘾发作 在幻觉或者幻想的作用下 也会发生纵火行为 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学习的内容 纵火犯罪 常见的 纵火犯罪动机 有报复动机 这是最主要的 最常见的 纵火犯罪动机 为复仇而纵火 第二个常见的动机 是财产动机 为钱财而纵火 而纵火狂的快乐动机 是病态的 病理性的纵火动机 是色情的象征性表达 也是最为特别的 纵火动机 它是为快乐而纵火 我们经常会说 物有其本 事有其原 事件的发生 都有行为背后的起因 从纵火犯罪行为中 我们可以看到 青少年纵火动机的起源 在于生命价值观的缺位 缺乏对生命的基本敬重 他们是愤世疾俗的反抗者 而纵火狂的犯罪 这是由心理障碍引起的 是病理性的冲动行为 是一种性情被压抑后 性本能的象征性表达 他们既是犯罪者 也是心理病人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